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统马英九的母亲秦厚修女士 今天上午举行大炼与火化仪式 马总统也率领家人鞠躬 感谢外界关心 网友组成歌兰委团队 要对多位不适任的国民党立委 发动罢名行动 财政部长张盛和表示 如果研究单位有需要 官方还是会提供10等分位 和20等分位的所得差距 新闻一开始 带您来看到总统马英九的母亲秦厚修女士 今天上午举行大炼与火化仪式 家属在送别时将康乃馨摆放在灵柱之内 马家维持一贯低调的原则 不举行公计 只进行简单的佳计 马总统亲自撰写记文 但媒体也注意到了 马总统的长女婿蔡佩然并没有出席 我们请现场记者张明竹 来我们说明最新情况 马总统的母亲秦厚修女士 她的遗体上午在台北市立第二殡仪馆进行火化 那么一旬过去在处理父亲马赫林的后事的时候 一样的低调 那么简单 所以今天上午的仪式 只有家人在一起进行简单的佳计 由马总统亲自撰写的记文 是由大姐蚂蚁男来做宣读 我们来看稍早的画面 在长女蚂蚁男送读记文后 秦厚修的孙女马维忠马圆忠向奶奶致告别文 在过程中气不成声几乎说不出话 家记仪式进行大约半小时 不过媒体也注意到 马总统的长女马维忠的夫婿 蔡佩然并未出现在家属群中 9点40分左右 马总统一家人再回到火葬场 简谷仪式后 马总统亲自捧着母亲的骨灰离开殡仪馆 马总统捧着母亲的骨灰 会先回到台北市新龙路的老家 做最后巡礼 随地前往台北市的富德公墓进行安错 一张新讨人亚太电视 沈维彤 张明竹 在台湾台北参谋报道 马总统母亲秦厚修在火化简谷之后 马家随驱车前往富德公墓 并将秦厚修骨灰与马总统的先父马赫林放置同处 马总统也率领家人鞠躬 感谢外界关心 马总统一家人在勤后修火化简谷之后 驱车前往富德公墓约在10点20分时抵达 马总统女儿马维忠捧着秦厚修的牌位走在最前面 而总统马英九抱着骨灰坛跟随其后 马总统停留约有半小时 并于离开前 鞠躬感谢各界的关心之一 在立法院的消息部分 今天有网友组成了割篮尾团队 在国会正式宣告要对多位的国民党立委发动罢免 他们身穿衣施的开刀服装 象征割除篮尾要罢免不适任立委 田硬哲丢爽 痛快割篮尾 割篮尾团队团队在这边正式宣告 我们要罢免末世民意 不是任立委的在地行动 我们即将全面开火 当国家的篮尾已经到了发言败坏的时候 需要大家站出来帮国家割篮尾 以挽救国家的生命 割篮尾团队公布罢免的五步骤 号召台北第四选区 新北第一与第六选区的民众 上网填写联署书首播所锁定的 也就是国民党立委蔡正元 林洪池跟吴玉生 发起团队表示 格兰伟的目标要在一个月内 从各选区募集六千份的联署书 而目前已经有了六千人上网填写 募款达到了新台币八百万元 财经消息来看到 日前财政部以国际接轨的原因 取消了十等分位和二十等分位的 所得差距公布 却被立委质疑 这是要掩盖严重的贫富差距 今天张胜和在立院表示 如果研究单位有需要 官方还是会提供 各国日本新加坡 连什么分位都没有 那美国也是 它就是五分位 然后前十前五前一 所以各国公布也不一样 这个本来也是中央研究院需要的 需要我们都会提供 像立法委员要我们也都给了 那今天要报告我们也公布了 财政部长张胜和主计处长 石素梅今天赴立院财委会备询 针对日前公布的所得分配报告 立委质疑有许多因素没有被考量 财政部长张胜和则表示 以往公布的所得二十分位统计 包含了百分之三十的免税人口 数字实在是太吓人 但若要研究提出要求 但还是会提供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一百秒 欧债危机期间 爱尔兰 葡萄牙及希腊等 接受纾困的重债国家 遭信贷失常冻结于民外 不过在历经痛苦偿债 与调整结构之后 近来积极重返国际债事 摆脱欧珠之名 债务居怪的希腊 四年来首次发债 吸引超过200亿欧元的投票 进入2014年以来 大陆楼市降价潮不断 成交量大幅度萎缩 近日深圳上海攻击126家房企 公布的第一季度报告显示 77家出现净利润按年下滑 同时126家房企 第一季度的负债和货货 都出现大幅增长 双双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 全球第三大电信商 日本软体银行 有意入国亚太电信 一派高层来台探路 洽谈双方新手进军 第四代行动通讯 四局业务和共同竞标 2.6GHz 平普的可行性 红基创办人施政荣表示 将在6月卸职 5月8号将公布新任董事名单 施政荣说 年纪恐怕还是要 50岁以上的人历练才够 他将培育现任执行长陈俊胜 成为下任董事长人选 希望三年后 他能担任宏季董事长 新小人电视 争密广告 接着我们来关心 下节新闻重点 大陆沿海有十多座的核电厂 如果发生核灾 台湾是否有足够的应变作为 引发立为关注 香港举办独立中文笔会的颁奖仪式 结果四位的获奖者 竟然都因为被囚禁或者受阻等原因 没有办法出席颁奖仪式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件新闻 甲崩的好朋友 饭有产品重视现代人追求健康 方便卫生饮食的标准 不含防腐剂 人工香料 人工色素 起云剂 现代人养生饮食的最佳选择 中获罐头类的金牌奖 又两奖及全国金字招牌奖 并持着服务 奉献 健康的经营理念 提升国人吃的品质 更能让消费者购买是安心 吃得放心 伴有甲崩的好朋友 读到观点掌握真相 新闻新视野 给您不一样的新闻解读 字幕志愿者 李宝伟伟伎 欢迎回到新唐人五间新闻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 今天针对核安问题 邀请了国防部长延明 国安局长蔡德胜等部会首长 列席报告 对于中国大陆沿海时多座的核电厂 距离台湾只有200公里 如果发生核灾 台湾是否有足够的应变作为 立委提出了相关质询 我们对面中国沿海 现在就有16座的核电厂正在运作 从北边的浙江三门核电厂 一直到南边的广东的阳江核电厂 总共有11个核电厂 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 所以如果他们 核电厂发生核安事故的话 经过气流 经过海潮 也可能影响到台湾 但是你知道我们的政府怎么样应付这些核生化的灾害吗 轻忽大意 忽炎了事 我举个例 永固案 把我们的精锐的化学兵群 从9000人 裁减到900人 部长 没有啊 没有什么9000人到900人 没有这个数据 我请问你 永固案你有没有裁33化学兵群的化学兵 有没有 化学兵这个部分还在研究当中 根本还没有开始做 我现在就反对你裁测 民进党立委 蔡黄狼 质疑国防部各类的核灾因应设备根本不足 对此 国防部则表示设备相当足够 国军有核安处置标准流程 但涉及机密 所以不愿公开 陆委会主委王玉琦 今天赴立院内政委员会来背询 有立委上周在高铁桥域来台访问的贵州团 却发现起点和终点都有警力保护 质疑陆委会为何要派员保护中共高官 也没有人认识他 我现在不是百万小学堂要考你 我上个礼拜大高铁要到台北的时候 这次是赵克志是贵州省委书记 可以申请警察保护吗 可不可以 我站在他旁边我都不认识他 他有什么人身安全的危险 警政署苦笑 他说没办法 因为陆委会希望我们派员保护他们的安全 没有这件事 怎么会没有这件事 那不然是警察自作多情 警察自己去保护他们 没有人认识他 拿出照片质询立委邱毅宁 错任贵州省长为日前访台的贵州省委书记 尴尬笑了一下 但邱毅宁上星期搭高铁 巧遇贵州团来台 却意外发现警察随行当保镖 质疑陆委会为何要求警政署派员保护来台的中国高官 卫会主委王玉琪 认为警方只是为了要维护社会秩序 否认派警是陆委会要求 我现在不是百万小学堂要考你 南韩岁月号船难超过了半个月 星期天南韩总统胡锦惠再次视察岁月号乘船地点 并且会见仍然驻扎当地的失踪乘客家属 这是一次闭门会见 在当地一个体育馆内 失踪乘客的家属仍然在等待着亲人能够被找到 这是朴槿惠第二次来探望家属 估计会向家属们道歉 并承诺尽快高效地完成搜寻任务 并严惩肇事者 闭门会见结束后 朴槿惠登上了一艘海岸警卫队的船只 前往视察海上搜寻现场 5月1号 一百多名愤怒的家长在真岛港口集会 高呼口号 还给我们孩子 要求政府为行动迟缓承担责任 4月16号发生的岁月号沉船事故 船上游476名乘客 目前确认244人死亡 仍有58人失踪 估计已经遇难 死者多为安山市檀元高中的学生 新唐人记者王晨光综合报道 接着来关心乌克兰的局势 经过连日的斡旋 上星期在乌克兰东部遭到挟持的 欧安组织观察员在3号的时候获释 并在当天乘飞机返回柏林 8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观察员 以及5名乌克兰助理 此前被劫持在乌克兰东部的 斯兰扬斯克市超过一周之久 但当地青鹅势力突然在周六 无条件释放了这些观察员 该市青鹅领袖波诺马廖夫表示 此次释放行为是自发的 被释放后 观察员于当天乘飞机返回柏林 和家人团聚 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 亲自去机场迎接 并在致此中向欧安组织 各成员国的努力表达了感谢 另一方面 乌克兰东部局势的紧张 并未因观察员获释而有所缓解 周六 斯兰扬斯克市青鹅的武装部队 在街头站岗 武装分子用纱带和轮胎架起防线 阻挡政府军进攻 当地气氛紧张 商店多半停止营业 很多民众不敢出门 此前 乌克兰军队曾企图拿下 在该区的青鹅分裂分子 对峙中 两架乌克兰军队直升机遭到机会 机上两位飞行员遇难 还有两名军人殉职 乌克兰内政部长阿瓦克夫说 为了夺回对乌克兰东部城市的控制 星期六会扩大编制 他也表示 乌克兰军队对马托尔斯克市发动的攻击 夺回了电视塔 自从3月 莫斯科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 亲俄罗斯的武装分子 开始攻占乌克兰东部地区 动荡的局势 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新唐人记者黄杰 余淼综合报道 纽约市地下铁 在当地时间5月2日通勤时间过后 发生出轨事件 属性无人丧生 但这起事件造成这个世界最防满之一的地下铁 服务中断 美国发现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首例 是一名曾到沙烏地阿拉伯旅行的医护人员 目前尚无治疗方法 也没有疫苗可预防 专家认为MERS病毒与SARS病毒相似 又俗称为新SARS 这些MERS病毒很可能是来自于中东的骆驼 法国总统欧兰德日理万机 每天还要接到至少800封人民寄来的信 除了一般的陈情抱怨 还有些民众把欧兰德当成多拉A梦 像是要求牵红线 或者预言出访行程会出事等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 以及卡内基美隆大学的科学家 和液水资源公司合作 研发出可饮用的书 这本书只张以银奈米粒子包覆 可用来滤水 所产生的离子和沙子造成祸乱 伤寒等细菌以及大肠杆菌 每张滤纸可使用30天 新海海电视整理报道 今天香港传真来看到独立中文笔会 星期六在香港举行了颁奖仪式 不过四位获奖者都因为被中共囚禁等原因 没有能够出席 另外笔会也呼吁 调查已经失踪9天的大陆资深记者 高瑜一案 今年的四位获奖者分别是 陈子明 许志勇 谭座仁和阮春艺 但都因为被囚禁 受阻或者是健康原因 缺席当天的颁奖礼 只能够由代表代为领奖 大会并呼吁关注4月24日失踪的 大陆资深记者高瑜 有笔会成员对大陆和香港的新闻自由 表示忧虑 高瑜他来不了 那么被失踪 还有一些其他会员也来不了 那这个 这说明中国的这个自由状况 非常的糟糕 同时呢 在香港 我们也看到香港的新闻自由 也在一天一天的丧失 香港正在沦陷 而且越来越深 临近六四的时候 大陆都草木皆兵 都丰盛喝泪 每天都会有一批 意见人士 被失踪 被旅游 被带走 此外 早前香港记者协会 香港外国记者协会 独立评论人协会也发表联合声明 会调查 高瑜失踪遗案 新唐人记者梁真 在香港报道 国际关注中国人权的声浪是越来越高 礼拜天 日本法轮功团体在钢山市举办了反迫害游行 许多正义民众谴责中共这场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 这里是后乐园旁的石山公园 来自日本各地的法轮功学员 首次来到这里 向当地民众传递法轮功的美好 并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 虽然是对法轮功迫害这么多年了 很多国外的媒体 什么东西 都没有对我们进行过什么太多的报道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要通过这种市民的运动 市民的活动 把这个传递给这个市民 午后1点30分 队伍从石山公园出发 所到之处吸引了沿路众多观众主族观看 很多人都非常感兴趣 有的人赶紧与队伍留影 有的人还跟着队伍看横幅 了解真相的人们热烈声援 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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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也希望能够做什么样的 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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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地铁4号线3日传出出轨意外 一辆测试中的地铁车辆 就落上午约10点冲进北京市南方 马加楼桥东侧与草桥东路交叉路口的绿地 讯息指出 由于出轨的制测试列车应该没有乘客 香港媒体报道 大陆五一小床驾首日 营兽商生意仅小幅成长 有店家认为可能是因为路客多余来自三四件城市 和路通便利事件引起香港示威等因素 导致路客消费表现较弱 中国大陆东北哈尔滨日前气温接近摄氏30度 但周五气温骤降飘起飞雪 接氧专家表示 这次大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大约8-10度 但哈尔滨五月夹于耐雪属正常现象 在五一前一天 布鲁木齐火车站发生了爆炸案 随即大陆各地进入一级戒备 逾10个城市约有10万的锦利古装巡逻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纽约自行车博览会 带您来看到有哪些新的车款 也见证台湾自行车产业在国际的竞争里 跟上节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间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锁定新唐人 其实在外国际上 每两年都会发生 直到中国的一些压力 索定新唐人 掌握世界脉动 新唐人与你息息相关 我很希望新唐人能够成为 第一个华人的CNN 对文化 对这些相关的议题 也都非常的持续关心的一个电视台 作长台湾的声音 能够透过新唐人来传达全世界核定 尤其是那些爱好自由民族人权的 这些华人社会 也是少数真的会说中话的电视问题 要把更多的真相告诉台湾人 要想办法让更多人能够看到 它的意义会更大 只有借由新唐人 这样子不受政治利益 还商业利益影响的媒体 才能够真正帮助中国 走向美好未来 欢迎回到新唐人五件新闻 现在骑自行车早就变成了一种新时尚 接下来的新闻 我们将带您来到纽约的自行车博览会 看看有哪些新的车款 当然也一起来见证台湾自行车产业 在国际的竞争里 纽约自行车博览展示会 在曼哈顿举行两天 众多喜欢自行车的纽约客 前来浏览和参观 有一百多商家参展 台湾的自行车生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自然不会缺席这个国际舞台 台湾自行车现在在美国陆陆续续 有越来越多 每年都有很多人 就我所知道就是 台湾人亚洲人或中国人 都很喜欢骑脚踏车 这几年是陆续 这个算是一个全世界的环保运动 近年来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 在纽约市越来越成为时尚 继博览会后 周日三万纽约人将参加 骑自行车40英里的活动 这是自1977年以来 第37届纽约大型骑车活动 新唐人记者周立敏纽约报道 镜头转回到台湾 原住民的古老乐器 口黄琴 它的音域宽广 制作不易 也是原住民珍贵的文化保留 带您去看看 口黄琴的展示 以及它的演奏 一首台湾歌谣 堵堵堵堵堵 泰亚族口黄琴老师 江明清用口黄琴 吹出生动有趣的节奏 以竹片制成的口黄琴 是原住民传统的古老乐器 不同族意各式各样的口黄琴 而这款泰亚族的八黄琴 音域更为宽广与丰富 这是江明清老师的杰作 也是在口黄琴工艺技术上的一大突破 就它的社会功能来讲 比如说你对祖先 或者说对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困难度更困难 因为我们这样来看粉身 比如说黄片与黄片之间的根部的部分 我们这样来看用毫米的话 就是0.5 黄片与黄片的间距是这样来制作的 它很容易破掉 所以难度是在黄片越多的话 青苔容易破掉 投入口黄琴钻研不遗余力 江明清老师希望 这项珍贵的技艺 族人能继续保存延续 我就在想 假如这个物件本身 没有继续传喜下去的话 总有一天 我们可能不会听到口黄琴的这个琴声 原住民族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文化 或者是我们内心深处所谓表白的 或者说要情意的这个传达 也会是不是很完整的 用心传承文化技艺 江明清老师的努力不懈 将口黄琴的美妙音乐 传递给更多的人 新唐亚太电视李金菊 台湾彰化报道 以下带您关心5月5号星期一 全台各地以及世界各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唐人五件新闻 我是宁玉祥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